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监狱里边的俗称 在很多年前监狱还不叫监狱 而叫劳改队的年代 每个监区就是一个大队 监区长就是大队长 后来改了名字 可这个称谓还是这么传了下来 分管409监房的魏队长接了烟没点 就夹在耳朵后边 脸色不太好看 林大发完了烟 坐回到位置上 扫了大家一眼 直奔主题 大家都到了 我呢就有话直说了 这个老巡呢 我看找个时间 就分到409去吧 卫队哼哼了一声 林大 你还嫌我这不够乱呢 那七个老头 已经够不省心的了 再加上老巡一个活闹鬼 下个月考核 分都不够扣的 都是老年犯嘛 方便其中管理啊 卫队呢 把目光投向了另一侧的文教 就是一个姓文的教导员啊 文教脸色不变 这老头刑期不长了吧 那秦小杨啊 对这些犯人的刑期 记得是最熟的 不用翻档案 闭着眼睛 就能报出来 还有不到三年 一次减刑机会 估计两年出头就能走了 哦 还有两年多呀 409那几个老头 本来就难管啊 跟老巡呢 也不太对付 这分过去 万一出点问题 林大这时候叹了口气 哎 没别的监方 容得下他了 所有组长 一听老巡要过去 全都摇头 说管不了 数来数去啊 就409 还有张空床 又都是老年犯 最合适 卫队一听 翻了一个白眼 我反正不收这个大佛啊 这老头要来 我就去分管别的小组 这个前方 谁有本事谁来 林大琢磨了一会儿 那也成 老魏 就去管404吧 小郑啊 你跟老魏换一下 以后409 就你来了 不要求他们做得多好 就一条 别出啥岔子 听见没有啊 小郑也就是北盟 那时候啊 他刚工作一年半 郑觉得这次的会 跟自己没什么关系呢 坐在位子上 翘着二郎腿看戏呢 忽然被点到名字 一句话没敢说呀 眼睛眨了又眨 怎么都没想明白 这事儿怎么就忽然落在自己头上了呢 在监狱里 老年犯不算是最难管的 但绝对是让你恨得最牙根痒痒 又拿他们没什么办法的一类犯人 他们身上经常可见一些共同的特征 脏乱 不服从管理 以老卖老 当然了 这些都不是最麻烦的 最让民警们无从下手的 是他们的油滑 老年犯在监狱里 最擅长的就是碰瓷啊 被骂两句 就心脏不舒服 让蹲一会儿就头晕倒地 碰一下就抽搐着直哼哼 指望他们打扫一下卫生 或者干点清活 比登天还难呢 可是到了吃饭的时候啊 你就会看见这些老头子 背着手啊 拿着碗筷 跑得比谁都快 那叫一个精神绝朔老当义壮啊 这些在社会上混了大半辈子的老油子们 连老了还能进监狱里来的 除了当官的落马之外 大部分都不是什么擅长 有些人呢 更是半辈子都在监狱里度过的 北盲原本分管的404间房 有一个姓宗的老头 69岁 8次进监狱 刑期加起来 一共蹲了31年半 光省里就坐过5家不同的监狱 平时闲着吹牛 就说哪个监狱伙食好 哪个监狱制度宽 哪个监狱医疗设施完善 哪个监狱民警素质最高 嘿 看的是头头是道 俨然这监狱就成家了呀 老巡就是这种老年犯的代表 他刑期长 足足12年半 罪名是强奸和猥亵并罚 对象不是别人 是他自己五岁大的亲孙女 还有邻居家 一个五岁半的小女孩 卷宗上记载 他猥亵了自己孙女 长达半年之久 好多次被儿子儿媳妇呵斥 还是屡教不改 后来变本加厉 把魔爪伸向了邻居家的女孩 这次更不仅仅满足于用手用嘴去亲去摸了 甚至连他的性器官都掏了出来 是实打实的强奸罪 后来被邻居发现了 差点放火烧了他们家 最后报警处理恕罪并罚 判了这么久的时间 网上有一种说法 说在监狱里 强奸犯是最被犯人们看不起的 进去了之后就要吃苦头 人们呢 总是爱把正义感啊 幻想在一些具有反差的虚无缥缈的事情上 可是现实很残酷 在监狱里边 没人关心你是什么罪名 每个人都数着自己的刑期呢 关心自己的家餐香烟劳动报酬 哪怕有拉帮结伙 也大多是通过地狱性格或者是别的因素 从来不会因为罪名 我们这都是偷东西进来的 我们一拨他们都是伤人进来的 他们一拨不可能 北盲记忆里啊 大概唯一一次犯人们会用罪名区分彼此 是15年年底的时候 临近春节了 有一次那监狱组织犯人们看电影 是赵薇黄博主演的亲爱的 就一部催人泪下的讲述拐卖儿童的电影 估计大伙都看过 反正我当时在电影院看的时候 全场人都哭得稀里哗啦的 监狱里边放完之后啊 一半的犯人都看得睡着了 另一半犯人看完之后 互相打闹着 在那又叫又嚷 你拐小孩进来的吧你啊 你压的就不是个东西 放你娘的屁 老子是开赌场的 那边刘二是拐小孩的 你骂他去 电影里都假的 哪有那么玄乎啊 抓个小孩卤住一走 转手迈出去拿了钱就跑人 打一枪换一个地方 电影里啊净扯淡 你作孽哟 我是你妈妈的 你们哪个不作孽啊 你开车把人都撞死了 你孽做的才大呢 犯人们呢就这么嘻嘻哈哈的 拎着小板凳 回到各自的监房里去 那些打闹时候的玩笑话 没人会当真 彼此都是犯了罪 失去自由的人 没有谁会看不起谁的 所以老荀的日子 在牢里过得很舒服 偶尔呢 也有犯人故意挑衅 就问他 老荀 自己孙女的滋味 美不美啊 老荀呢 不自声 假装听不见 可是到了晚上 倒尿盆的时候 路过那个犯人床边上 他脚下就忽然一滑 撒上那么小半盆 到那个犯人的床上 老荀进了409的第一天下午 就跟那七个老头啊 干了一架 老荀进409第一天下午 就跟那七个老头干了一架 北盟到现场的时候 八个老头坐成一排 都低着头 谁也不说话 咋回事啊 原本监防七个老头里 年纪最轻的那个先告状了 正对 他想遥控器 不给我们换台 老荀是你干的 我没 那咋回事啊 他们欺负我 他们怎么欺负你啊 他们就是欺负我 北盟的脸色呀 就沉了下来 再看那几个老头 一个个头都低了下来 其实眼珠子低溜溜直转 北盟知道 他们这是想着法子的糊弄自己呀 每个人扣五分 明天的香烟呢 都别发了 再让我看见一次 停一个礼拜的烟 听到没有 听到了 这八个声音呢 都软绵绵的 有气无力的 北盟拿他们 也实在没什么好办法 又训斥了几句 就走了 监狱里啊 不是没有对付 难缠犯人的法子 可是在这些老头身上 一个都不顶用 停烟 扣分 献大账 是最普遍的三种方法 犯人呢 大部分烟瘾都重 控制香烟的发放 是鼓励他们劳动改造 和惩罚违规犯人 最常用的办法 但这些老头年纪都大 烟抽的本来就少 对他们来说呀 香烟更主要的作用 是跟其他犯人换别的物资 少抽个一两天的 根本不是问题 扣分是直接影响到减刑假释 普通犯人最怕的就是这个 辛辛苦苦劳动一个月 加的那点分 可能一次为继就扣光了 到了每个季度减刑的时候 一算分 别的犯人开开心心申报 自己什么都没有 只能是牢底坐穿 别提多难受了 所以很多犯人呢 把分数看得比什么都重 可这些老头子还是不在乎 409原本的那七个老头啊 民警里提起他们的时候 大多称呼为养老院那七个 还有些开玩笑 直接叫他们葫芦娃 这七个老头 是从养老院的同一宿舍 直接一起打包 搬进监狱里同一个监房来的 罪名的是强奸 刑期长短不一 最少的只有五年 最高的高达十一年 他们原本住在县城里 一家破旧的养老院 要么是没有儿女管 要么是儿女嫌麻烦 反正扔一笔钱 就把他们放到养老院里了 养老院呢 生活很无聊 他们整天凑在一块 很快就把歪心思 动到了养老院隔壁的 一家精神病院上头 说是精神病院 其实性质啊 跟他们所在的养老院一样 这种小县城里的 所谓福利医疗机构 林林总总 名目繁多 近些年呢 非常流行 一夜之间跟雨后春 损似的都冒出来了 可实际上的功能 只有一个 不是治疗 而是收容 一个养老院 一个精神病院 门靠着门 里头的老人和病人们 低头不见 抬头见的 很快也就都熟悉起来了 精神病院里 关的人不多 只有十来个 其中有一个女病人 四十来岁 疯疯癫癫的 家里没人要了 流落街头 捡破烂吃 被当地派出所 带来这住着了 这七个老头 待着也无聊 一合计 竟然找了一个 晚上没人的空子 去了精神病院里头 用一包糖 把这个女病人 骗了出来 带到了养老院后头 没人的仓库里边 轮番对这个女病人 实施了奸淫 其中有三个 不知道是不是 年纪的缘故 出于某种生理原因 没能奸淫成功 仅仅像是凑热闹似的 参与其中 事情很快就被发现了 七个老头 一窝端都逮捕了起来 判处强奸罪中的 轮奸情节 就关进了监狱 监狱里有规矩 同案犯不能分在同一个监区里头 以免他们串同姿势 可监狱里呢 又有另一个规矩 六十岁以上的老犯人 必须统一关押到十三监区里看管 这种一连串六十岁以上的老年同案犯 监狱也头一回遇见 规矩互相冲突了 没办法 监狱长亲自找他们一一谈话 发现这些老头们个个兴高采烈 心情轻松愉快 看起来对坐牢啊 也没有半点怨言 串通对抗改造的概率很低 最后还是拍板敲定 全都交给十三监区管理 这些老头进来的第一天排着队 脸上挂着淳朴的笑容 气氛很欢快 活生生就像是一组小学生来吹游来了 林大给他们训话 他们的东张西望 见什么都新鲜 都好奇 跟见着宝似的 乖乖 这床板蛮结实的 房间里都有空调的 看看这个椅子 比绿柳强的多了 绿柳呢 是他们以前养老院的名字 是不是要开饭了呀 中午吃什么呀 有没有水果啊 七嘴八舌的几个老头 把这林大呀 说的是头昏眼花的 冲他们板着脸训斥 他们一个个的没皮没脸的笑 完全不当一回事 如果要罚他们扫个地做个卫生 立马一个扶着一个的 在那头晕 有的捂胸口 有的肚子疼 还有专门俩老头 担任旁白姐说 他在我们以前养老院里啊 身体就不好 天天得吃酱鸭药的 这可不能来你们监狱了 死在里头啊 他们家里人很能闹的 就这么群老犯人 成天把监房搅得是无烟瘴气 他们呢 也可惊了 大错不犯 小错不断 说什么都点头称事 就是不干 没有民警有耐心 跟这些油盐不尽的老混子们 磨时间 他们只要别导出啥大乱子来 一般的烦心事 也就由得他们去了 而就是因为这个 他们在监狱里啊 还住的越来越舒服 问他们想不想出去 七个老头一个个把头摇的 跟拨烂鼓似的 出去干嘛呀 这这里头比养老院舒服多了 嘿嘿 是啊是啊 管吃管喝 看病吃药 不用钱 还有人照顾着 哪都没这舒服 我跟你们说啊 我不要践行的 我就准备死里头了 后事都得你们给收拾啊 有空调 能洗澡 隔三差五有肉吃 神仙过的日子呀 嘿嘿嘿 那你说扣他们的分吧 他们巴不得 把分数扣光了 再加个几年的行 之后的几个月里啊 整个409间房 被这八个老头 折腾的乌烟瘴气 除了北盟这个分管民警 不得不进去之外 谁都不愿意进这屋子 每天从起床开始 刷牙洗脸得争 排队上厕所得争 打饭吃饭 也得在那争 看电视没意思 争电视台这才有意思呢 午睡的时候 一个个眯着眼睛 在那装睡说梦话 互相的骂街 被逮住了就装傻 咦咦咦咦的 假装自己刚睡醒 什么都不知道 而且有的时候啊 不仅仅是动嘴 老头子们年纪大了 不兴打架这一套 但是一个比一个脏乱 最擅长的 就是用屎尿屁 来恶心对方 至于都做到什么程度 就这么说吧 咱都没法在这节目里说 说出来之后 一个是可能审核过不去 另一个大伙就甭吃饭了 连明天后天饭都省了 就那么恶心 按说老寻一个老头 怎么都逗不过七个 可那七个葫芦娃 也不是铁板一块 这里头啊 明争暗斗 花样还挺多 咱们上期节目说了 按理说老寻一个老头 斗不过那七个老头啊 可是这七个老头啊 自己内部就明争暗斗 老大跟老四 不是他们本地人 剩下五个聊天的时候呢 就总是有意无意地排挤这俩 老大老二和老六 当初他们轮间女病人的时候 由于生理问题没有直接参与 所以判得行期短 又被剩下这四个 明里暗里说话讽刺 一会儿笑话他们 快醒满了 外头没这么好的日子过 一会儿又说他们身体不好 体虚没用 反正整天的就揪着这个油头炒 满嘴都是无言晦语 他们口音本来就重 十句里边啊 我们反正勉强能听懂个两三句 还都是跟下三路有关的脏话 跟连珠炮似的 一个炸起来啊 就有两三个接上去 谁拦着都没用 而老四和老七呢 又是没有子女的 剩下的都有子女 老四老七没子女没成过家 也就经常被剩下五个寒碜着 老二老六和老七又没读过书 剩下四个好歹上过小学 这仨干脆是文盲 每次监区里边贴告示的时候 就会被那四个戏弄 哎呦老六啊 这回这减刑可是有你啊 明年就能出去了 急得那三个不识字的 是到处求人 甚至有时候没人搭理他们 就在旁边笑着看他们狗摇狗 他们呢就主动跟北盲报告 要求汇报思想 其实说来说去绕个大弯子 最后关心的 只是他们是不是真的被减刑了 偏偏这老巡啊 是个滑头 有儿子 有孙女 还读过书 还识字 同样是强奸最近来 他确实相对更有能力 所以每当这种排挤斗嘴的时候 他都能站到七个老头里 人多的那一边去 欺负剩下的几个 好几回他们吵成一团的时候 北盲愣是没能分清楚 八个老头子里哪个才是老巡 可他们吵架归吵架 有一个似乎被八个人默认了的规矩 没有隔夜筹 每天看他们斗得在胸 每回出门放风的时候 就会看见这八个老头排成一排 互相撑着胳膊 肩膀 拱着腰 排成一排走着 他们这时候都不说话 半眯着眼 像是在享受难得的平静 如果光看到这一幕 没有任何人会怀疑 他们是相知相伴了大半辈子的 一群老朋友 409间房里 有一个最大的 最根深蒂固的分歧 什么呢 七个老头不想出去 可老巡想出去 到了每个月13号的时候 那七个老头啊 就都不作声了 他们本来就是要么没子女 要么被家人嫌弃 送到养老院去的 如今进了监狱丢了人了 更没人愿意来看望他们 监狱倒是给他们子女 打过几个电话 明里按理说了 希望他们也来关怀一下 老人配合改造工作 可每回不等话说完 对面啪的一声 就把电话给挂了 老头们嘴上不说 心里啊都介意着这茬 所以每次到了接见日 老巡有人接见的时候 就是他最趾高气昂 扬眉吐气的时候 七个老头里边有人在这 看着他不顺眼呢 嘿 也亏你儿子心大 还来看你这个老畜生 咱们啊 大哥不说二哥 都是老畜生 我是有儿有女 有人来看的老畜生 你们确实 没人要的老畜生 嘿嘿嘿 老巡嘴上不吃亏 背着手 在肩房里边打着转 十分的悠门 北盟呢 也见过老巡的儿子几次 平头挺壮实 黑不溜秋的 话也不多 看起来挺老实 跟老巡呢 无非也就是说一些 照顾好自己啊 缺钱跟家里说呀 这些寒暄的话 他来看老巡的次数不算多 兴许是因为在外地的缘故 一般四五个月才来一趟 但是每年春节之前 一定会来 而且带着媳妇一起来 给老巡呢 带一身新衣裳 监狱里啊 只准穿球服 所以每回带的 都是内衣呀 袜子呀 大包小包的 乐得老巡没开眼笑的 回来之后 甭管那七个老头 愿意不愿意 一人塞给他们一双袜子 来来来 沾沾喜气啊 沾沾喜气 减刑啊 这算是老巡最看重的事 七个老头平时干啥都成 就是不敢拽老巡下水 耽误他的减刑 刚进来的时候有一次 老巡跟七个老头里的 一个吵起来了 拿他的牙刷 刷了蹲坑 被发现之后 那老头气不过 吃饭的时候 把老巡饭碗就给掀了 差点干起来 当时正是减刑裁定的重要关头 老巡怕打架 扣分硬是忍了下来 重新打了一碗饭 换了一个地方吃 那老头呢 看老巡怂了 顿时很得意啊 凑上去非要跟老巡打一架 干脆一人扣三十分 取消这批次减刑 他反正不想出去 老巡你也别想走 老巡当时就伸出手 从碗里抓了一把白饭 砸到了那老头脸上 我不跟你打架 我要减刑 我这次要是减不了 我晚上就把你掐死在床上 一晚上掐不死 我掐两晚上 还掐不死你 我给你脸上倒开水 我挖你眼珠子 你洗澡的时候 我推你撞地板 你上厕所的时候 我推你进粪坑 老巡瞪着他 用尽了家乡话里 最恶毒最脏的方言 老子弄死你 老子有儿子给我送中 你有个屁 那老头听老巡这么一说 也真怂了 他没想到老巡玩真的 低着头 擦擦脸上的饭粒 一边骂骂咧咧 一边就走了 老巡最后在409啊 一共待了两年零两个月 刑满的时候 没有让监狱去送 而是换上一身新衣服 早早地跟家里人联系好了 说全家都来门口接他 北盲给他办好了手续 把他送出监狱大门 一辆面包车 早就停在大门口了 车头前 站着他的儿子儿媳 还有一个看起来 像是他老婆一样的人 穿的都是大红衣服 喜气洋洋的 就差没放鞭炮了 而媳妇手里还抱着一个男孩 看起来两三岁大 这时候被逗着 一边鼓着掌 一边奶声奶气的喊着爷爷 老巡是满脸堆笑 满面春风啊 就迎了上去 他们的身边 还有一个瘦瘦小小的女孩 衣服有点脏 皮肤很黑 头发胡乱的 砸成了一个马尾辆 怯生生的躲在车边上 儿媳妇踢了他一下 装什么死啊 来迎你爷爷回家了 女孩嘴唇动了动 最后还是没能喊出来 但是呢 已经没人管他了 老巡的老婆迎上来 嘴里骂着老不死的 可分明是没开眼笑 给老巡挂了一条大围巾 在脖子上 老巡拍着儿子的肩膀 兴许是想起来监狱这些年来受的苦 眼眶都有些红了 猴头在那儿哽咽着 说不出话来 儿子呢 也拍着他的背说 爸 没事 出来了就好 咱们这一大家子 终于团聚了 儿媳妇也在一边 抓着男孩的小手 一边轻轻挥着 一边说 对啊 咱们一家人能在一起了 就什么都好了 老巡是回家了 至于他之后的生活是什么样的 我们都不知道 这一家人的做法 对那个女孩公平不公平 老巡回去之后 一家人还能不能回复到 最初的生活状态里去 这个问题 您是怎么看的呢